先开锅盖 锅子里排列整齐的锅贴 香气自意 剔透的外表 瞧得见丰富内馅 煎得金黄的外皮 看起来香脆可口 热腾腾出炉的锅贴一上桌 顾客忍不住赶快吃一口 我觉得它的味道适中 然后也很弹牙很好吃 最主要是它新鲜 它的皮算蛮Q的 对啊 然后高丽菜蛮脆的 就喜欢吃菜的人 会觉得还不错 口感蛮清甜的 除了锅贴让顾客赞不绝口 这个粒粒浑圆饱满 底部同样煎得金黄的水煎包 也让顾客吃得津津有味 它的高丽菜还真蛮新鲜 然后吃起来还是觉得 脆脆的感觉还不错 重点是外皮的部分 外皮的话觉得还蛮QQ的 注意到了没 不管是锅贴或是水煎包 顾客一口咬下 吃到的是满满的高丽菜 和韭菜内馅 咦 怎么没有肉咧 难不成这是素食口味的 其实这确实是荤的锅贴和水煎包 老板不用猪肉当内馅 全是因为要迎合现代人 少吃肉的健康养生概念 而为了增加锅贴和水煎包的特殊香气 在拌至内馅时 老板还加了独家配方爆香的猪油提味 口味啊 我们这个我们有特殊一个口味 因为我们这个不包肉 但是我们有猪油 那个馅里面有 我们有弄点猪油这样 虽然少了肉馅 但是没包肉的锅贴和水煎包 吃起来依旧够味 因为内馅蔬菜全是当天市场现买献包 连外皮也是当天用传统手工揉面团擀面皮 所以吃起来皮像Q脆 新鲜又清甜 这个锅贴是我们皮是早上现做的 手工做的 那个里面的馅是高丽菜跟韭菜 我们就早上从市场 合成市场我们就早上全部都现做的 除了没包肉的锅贴和水煎包 这里还有水饺 酸辣汤 以及豆浆可以搭配食用 能够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 锅贴 水饺 酸辣汤都不错 都不错 一种吃素 好吃 我不会形容 业者秉持新鲜现做的理念 要让顾客吃到食材最甜然的美味 所以上门的消费者易吃成主顾 对这个没包肉的锅贴 以及水煎包念念不忘 如果您吃腻了一成不变的 传统锅贴水煎包 不妨来试试 这个只加猪油 没包肉的新口味 评订阅新闻蔡立华旅壮好采访报道